假如没有杀过 起码50条的人 是很难的 因为他的步骤你学不到 一头一头整个头 所以翻来翻去 六个人要杀这条一头是杀不来的 我本人是叫Johnny 通常人家都叫我Duperking 隆盾达人 隆盾是石斑类的一种 它是第二大型的 第一大型的是金钱斑 那个金钱斑的肉质很差 所以我研究石斑类里面 越大只越值钱的就是这条隆盾 鱼就从拿图纳寄过来的 然后寄过来要从拿图纳坐飞机 再把当把当又坐船过来的 然后经过那些手细 从伊朗鱼场那边 我们包关 然后就凌晨就到新加坡了 然后到新加坡我们要解冻了两天 第二天我们才可以处理 这个解冻不是说你随便丢在旁边就可以了 我们要把那个鱼挂上来 我们一直要用冷水 一直跟它二十十小小子 跟它冲凉 这条鱼好不好 就是看它的尾巴马上 有没有伤到的 你看这条鱼很漂亮 它的龙肚没有红红的 因为你吊上来的时候 那个鱼在底下一直拍 拍到尾巴先坏掉 好解冻了 然后我们就来分解咯 所以我们试试第一个步骤 就是把这个鱼鱼先处理先 所以我们看这个鱼鱼 我们已经知道这条鱼 大概是多少岁了 老不老 这条鱼还是很年轻的鱼 过完鱼鱼 这个鱼鱼对我来说是饱来的 有时间立刻就准 没有时间我们稍微晒干它 然后我们就拿出来熬 熬了20个小时 熬的变成胶脂很浓 它的营养价值是最好的 第一个步骤呢 我们就减少我们的重量 所以我们鲨鱼的 要其他做它的步骤比较容易 鱼的尾巴搞出来了 减少我们的重量呢 假如没有杀过 起码50条的人 是很难的 因为它的步骤你学不到 你就翻来翻去 这条鱼是很重 所以翻来翻去 六个人要杀这条鱼 都是杀不来的 它已经碰血了 它已经有一刀了 所以你把它那个肚子拿出来 先拿 来 这个是下棋啊 然后第二个步骤 就把它吸力站 我的 很漂亮 好 第一张切完了 然后我们就把它的鱼匠 把它切出来 好 鱼匠切出来 鱼匠切出来了 然后第二刀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的头部 砍下去 龙骨在这边 好 现在已经减少了 四分之一的重量了 哦 抬不上来 太重了 这条鱼匠 说明不是说 每个人看到这么大条 千人老药 你都拿来杀 哦 其实不是的 这个错了 错了想法 因为这个是大型 它长得很快 然后就起舌头 这个龙骨 它的部位最贵的是舌头 舌头因为它没有骨头 然后全身都是胶原 然后还有一点肉 然后脸颊肉呢 还有眼睛呢 整个眼睛呢 我们就是砍下来 一个眼睛大概十个人在吃的 这个鱼的部位呢 就是这一个地方啊 它的皮是最后最难煮的地方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一刀下去 把那个下棋切一刀 然后上面呢 上棋就把它切一刀 这个叫上棋的部位啊 你过来先 上面这条呢 所以我们这样切的 你看啊 它的棋啊 有没有 这个全部都是胶原特别多的 现在容易反了咯 它这边有很多关节咯 这个呢 我们切出来 叫做把鱼皮取出来的时候 然后就切一片一片煮汤咯 所以你吃这条鱼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 你吃的形 它的鱼的形状 我们没有破坏到它 所以你要吃的哪一个部位 我们就是清清楚楚给你知道 然后就把那个龙骨拿出来的 龙骨跟它起出来先 翻过来 这个大龙骨 龙骨里面的骨髓是像精华 所以通常是整条鱼啊 人家都是拿来生吃的 就是那种骨髓而已 龙骨吃骨髓 通常生吃是最补的啦 假如说人家胖 我们就拿去炖药材 现在大部分已经分解了 然后其他的小部分 我们一直开始 一个部位一个部位分解 这一片是红色的肉 我们叫做龙骨的红肉 这个红肉呢 它的筋很多 它的油特别多 然后你吃的感觉到 你等一下咬下去的时候 口感是咚咚咚的 然后它的油很多很香 有一个鱼香味 然后它是最快不新鲜的 所以最麻烦的这块肉 是最好吃的 我跟你讲 在新加坡吃鱼的人好鱼来说 鱼很多 新加坡人都不会接受 因为我们热带的地方的鱼 都没有什么油脂的 它有时候变成吃的 没有什么鱼的油味 他们就说吃到鱼了 他们就会说抽腥了 腥味 他们就不接受 所以我这几年 累计累计多么多顾客 就是他们就是为了这个鱼的香味 这个叫做鱼的香味 而来的 我为爱上它 它就是我被咬的时候 这个是三十多年前 本身煮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这个东西 是营养应该是很高的 因为普通营养 你煮出来的胶炎没有那么多了 然后我煮了煮了 有的是美食家 有的是医生 不管中医是医 他们就告诉我 它的营养价值在哪里 所以我就不放弃这条鱼 就是一直坚持坚持 给多一点 人知道为什么你要坚持下去 对 我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